挺好挺好 那既然又检查了一遍 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有 大人 你写的那道抓痕 的确是胡将所为 而且经我仔细检验 发现上面 还有一道毒虫叮咬的痕迹 而且 这可不是一般的毒虫 这毒虫的毒液 寄入人体后 便会置人于死地 事后 还根本都查验不出来 什么虫子呀这是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家父曾经历过类似的案子 所以他有过记载 哦 他怎么记载的 记载内容倒没什么 画过类似毒虫的草图 反正我觉得 胡将的死 肯定跟这毒虫有关 这种虫子 它叫什么名呢 没名字 那你把你父亲 那个记载给我看看 忘了 你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能忘了 啊 姑娘 这很重要 对不起 对不起大人 我这又 没事 没事 挺好的 可以了 可以 行吧 这到了激阳镇了 跟他们说 都管住嘴 好嘞 都管住嘴啊 老爷啊 看来今儿个不宜出门啊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都有凋零的时候 来 给人家让上道 老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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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人哪 是我父亲 你父亲 你亲爹啊 当然是亲爹了 不是 你爹怎么在这儿 胡搅蛮柴呀 赶紧滚带 弟子 你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 要叫我说 你父亲根本就没死 你听听你刚才 豪丧那个动静 你那哭声就不对 什么不对啊 你修在这儿胡言乱语 是我胡言乱语吗 这古人云哪 夫人之所欲亲人者 有机则忧 临死极聚 既死则哀 你听听你哀吗 我没听出你哀来 我就听出害怕来了 要叫我说 该不是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子孙 把你亲爹塞棺子里 要活埋吧你 乡亲们 你们千万没听此凤人在这儿风言风语 他人都是 严慕你 敢不敢把棺材打开 咱大伙都看看 胡道 还关着你 家父师父未寒 岂能容你在此放肆 那就是不敢哪 那位乡亲们 想不想做个见证啊 看看我说的对是不对 咱们这么着啊 我要说错了 在场各位 输你们美人文银十两 你说话 说说话 就行啊 把银票掏出来 绝不失言 好 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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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们 消息们 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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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大了呀 老爷打赌什么时候输过 再说我也舍不得那张银票 是啊 咱是想来这 但是您这儿有没有谱啊 有谱 那棺材的重量不对 大人是认为台棺受力有问题 又和上次一样 你听听人家邱姑娘怎么说的 我断定啊 她那棺材里装的就不是人 那您都稳操胜券了 还愁什么呀 我是愁啊 你看看这棒子 见着俩前那个得宿 星人 你跟我说 咱这旁边是跟着卫队呢是吧 对呀 跟着呢 那那那就好了 这这就好累了 来 别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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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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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拿下呀 别抢了 别抢了 来人 来人 别抢了 别抢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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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别走 你们 你们凭什么抓我呀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啊 这位是朝廷的钦差大人刘勇 刘大人 也可能不是 秦斩大人 秦斩大人 饶命啊 秦斩大人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事也是他们顾我这么干的 谁顾的你啊 是 他们现在都在我家呢 近阵子 左手边第一下 刘晓 有几个人在这儿看着 其他人跟我走 是 你们俩在这儿看着 你们几个跟我们走 是 大人 你们发现一具死事 大人 刚死不久 仔细看一眼 是 你们俩在这儿看着 我看你 都看你 Tips 有 Fent 有 我看不见了 你 我就ột Angel 死本 滑 身为 快 antibiotics 被一下었다 addicted 根 像其中 真的 这尸体的死亡迹象 跟胡枪同出一辙 而且搏镜处 也有一个毒虫叮咬的痕迹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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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的捕快 全被杀了 刘大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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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我们看见 看见那体会不快 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瞅瞅着 当时我们都傻疯了 都怪我们财迷计较 真去拿了那些银两就跑掉了 其他 真得以无所指的大人 刘大人 这些抢夺银两的村民 该如何处置啊 他们也是剑材起义 念事初犯 从轻发落吧 一人二十大碗 是 大人 大人 这些尸体上 也发现了毒虫的咬痕 这会儿你父亲要在就好了 对不起啊 大人 我要带着那手册就好了 没事 明天啊 把屋里那具尸体 以及所有这些尸体 一并带回东昌坟 验名正身 你们县官呢 回大人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胡闹 小小吉阳镇 一天之内八条人命 他还在赶来的路上 回大人 这个确实是小人的失职 好 啊 啊 talking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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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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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 喔 喔 喔 sort of он 哈 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嘞 打哈叔啊 六舅 老爷 听到您了 学会你 我们再看回去吧 怎么样 您查出点什么结果没有 验了 你个谁把石阁拿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您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邱先生是死于意外 溺水身亡 溺水 对 溺水身亡 就这小浴缸 给人淹死吧 我骂 是这样的 昨晚我孩子生病 我急着回去送药 临走的时候 我忘了给邱先生倒杯水放在旁边 因此 邱先生口渴难耐 不得已 去水缸寻求水源 只有水缸的水 才可解燃煤之急 许料 一不小心 掉入水缸之中 头部 进水身亡 您分析的呀 是真有道理 快 扶我溺舅老爷 赶紧去休息 快快快快 对了 来人 您 带着他 去漏沛口供 快去吧 贾大人 怎么样 我溺舅老爷 饱刀喂老吧 呵呵 嘿嘿 ей 站住 不能让他们过去 你们是什么人 我还想问你们是什么人呢 你们这车上拉的都是尸体吧 你们这拉这么多尸体 万一有个瘟疫 你让我们怎么办 乡亲们 不能让他们过去 各位乡亲们 行了 行了 有劳有劳 这车上拉的呀是尸体不佳 但是呢 这些人绝非是病死 好 告诉各位啊 这些尸体啊 跟咱们东昌府一个案子有关系 现在拉他们进城呢 是要到府衙去验尸 其他的不方便说了 还望各位乡亲们行个方便 那可不行 你说不是病死 你把布扯开让我们看看先 不如让我们看看 这位小哥 这还真不能答应 不是你谁呀 在下呀 向武 你别在这儿胡叫蛮长呀 大人 这人我认识 有什么事儿 一会儿再说 你们先走开 小秋姑娘 东昌府衙办案事关重大 能不能让开呀 小秋姑娘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你家出大事了 别在这儿胡说了 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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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你可回来了 快回家去看看吧 邱先生他 怎么了 他昨天晚上走了 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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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的瞎张是什么 你看他后门拉的全都是尸体 哪儿来的尸体啊 这我方才讲过了 不方便告知 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刘庸 您是左都御史刘庸 不错 大人大名如类贯耳 在下早有耳闻 您大白天的拉这么多尸体 从这儿过可以 但是您得让我看一看 也给乡亲们个交代 这我方才讲过 不方便 没事 不劳大人动手 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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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都给我让开 孟楠 大哥 行了 再说一遍 这些尸体绝非是病死的 而且都是咱们东昌府的乡亲们 于情于法 大家都该行个方便 让我们过去吧 秦大哥 这五字不懂事 你也跟着瞎胡闹 这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呢 你们两个跟我回家 我姐她们后边拉的都是 闭嘴 尸体 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 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结了 不 一个不就算了 走不走 快走 走吧 行人啊 走 走了 我爹 是怎么死的 你爹 是溺水而亡 你也是武座 这溺水而亡的特征 你也应该知道 没有外伤痕迹 也没有内伤反应 我做了这么多年武座 我可以确定 川武座 你能让我 单独陪回我爹吗 好 姑娘 祭爱 爹 爹 爹你醒醒 你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 我刚才讲那么多话 你都还回应我 你吃饭吃得也挺香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说话呀 爹 都答应过我 你说你要陪我长大 带我成为一个成熟的武座之后 你就可以回家 让我养你 你怎么不等女儿啊 爹你醒醒了 你 你能不能睁开眼看看我 秋武座死了 哎呀 你说 那么漂亮个人 说没就没了 老爷 不是那个女的秋武座 是他爹 叫邱雁飞 怎么死的 听说是在渔缸里溺水溺死 胡扯 对呀 我也觉得胡扯呀 多大个渔缸 能把人溺死 我听说是脸盆那么大的 老爷 此案必有其究 不是这个事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老爷 您是钦差大臣 咱是专门跑过来 侦办假传圣旨这样的大案 死个五舵这样的小事情 谁敢劳烦您呢 侯福 哎 你说你跟着我这么多年 一点真本事都学不会 老爷 我该死 就这个拍马屁的功夫啊 拍得我还挺舒服啊 好 何大人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刘大人回来了 刘勇回来了 刘大人他带了一天 我这个人 就这么多了 我跟着我说 就是你 我认为你 是肯定的 还要是 穿得到一天 才能铺带 就这么多了 给你 我把你带过来 我把你带过来 好 我把你带过来 你带过来 我把你带过去 我把你带过来 我把你带过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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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捋了一下啊 这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假钦差藏匿了赃银 事情暴露以后呢 他花钱故村民 样装丧葬 想转移赃物 对了 刘大人 您收回的那些银子 数目不对吧 我调查 那个假钦差 搜刮的财物 可是数不胜数啊 我就找出这么些 行 那就当是 转移了部分赃银 然后 被您刘大人识破了 双方遇到了 打斗了起来 再然后这几个人和他就都死了 刘大人 怎么死的 中毒而死啊 都是中毒而死 跟胡江的死法如出一辙 不是 如果照您这么说 应该还有第三方 刘大人 您是否进行过尸检 秋武座已然验过了 而且呢 您是没看出来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和这脖子上啊 都有那个小虫钉的小眼儿 刘大人 叫小人何事啊 大和苏啊 你帮我看一下 查抄蔡永昌府那天 可有这人哪 这不就是那个贾御史严秉正啊 严秉正这个钦差是假的 可他手里的圣旨残片却是真的 到底是谁杀了他 这个家传圣圣旨案又是谁在幕后凑 他让我发现这个圣旨残片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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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好些了吗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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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 都到这时候了 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啊 这主意我可拿不了 您是专人专办专案 我就是个从旁协助的 刘大人 一切事情啊 您一人定夺 我我定夺什么呀 我现在 我一点主意没有啊 我现在是 刘大人 实不相瞒啊 和珅这几日也是寝食难 皇上给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是 咱没有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你我都是男子喜救啊 所以我想了又想啊 不如我先回京面圣啊 跟皇上那儿好好求求情 争取给咱俩多宽限几日 您在这儿安心休养 相信假以时日 您必定有所进展 直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吧 那就有劳何大人 刘大人客气 那我收拾收拾即刻起场 好好好 何大人慢走 我兄弟二人落草之后 一直盘踞在齐寻山 干着一些打架劫舍的勾当 后来 上一任东昌知府被调走 蔡永昌接任 他派人找到我们 说要跟我们谈合作 他负责保护我们 负责在每次官兵围剿的时候 提前通知我们 而我们 则负责替他排除一击 排除异己 对 去年三月 赴唐支县赴德 在家中死于非命 那就是我们干的 你说这福德 是不是山东巡抚 傅国太的侄子呀 正是 好家伙 你们这个连巡抚的侄子都敢杀 可以 我们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人 我还怀疑 贾传圣旨是傅国太有意而为之 先除掉蔡永昌 再嫁祸于我们兄弟二人 从而将我们这股势力一网打尽 好替他侄子报复寻恨 傅国太毕竟是山东巡抚啊 他半个知府还用废这心思 再说这个事他引火上身呐 你说刘庸病得不行了 刘大人确实病到了三日 之后 他便说需要休息不方便办案 可奴才看离您给的二十天的期限剩没几天了 就着急先行回宫面圣向您说明情况 嗯 好 朕知道了 皇上 那东昌府那边 奴才是不是马上返回去 不用了 你扯马劳顿回去休息吧 三天之内刘庸要是破不了案的话 朕自然会找他 这 就这个高度 再撑一会儿 还要撑多久啊 撑不住 哎 哥哥 那个 我有事 要离开一下 记住啊 这等我回来的时候才能放下来啊 那我多久啊 甭管多久 这个把场我说了算 大胆 西仔 哎 过来 哥哥你怎么给放下了 贺世卫不是让您举着嘛 他走了又看不见 他也是为您好呀 您不是要学枪吗 您别说 贺世卫教的就是比那杨教官好 哎 教的好有什么用啊 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的 还是谁都看不上 要不然 早被皇上唯一中任了 我觉得贺世卫这个人 挺贴心的呀 他妈对你 贺value 贺 游 贺 贺 贺 水 飢 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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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朕不想答应 实在是依照大清的律力 婉儿哥哥是王府的家眷 岂能随随便便离开京城啊 是是 皇上您说的这些奴才都明白 就是我们家婉儿脾气 您也知道 我成绩不好交差 回去接着吧 来 坐 坐 坐 客师尉 王爷找您有事 什么事 属下不知 是 下去吧 是 哥哥 您继续再练一会儿吧 我先回去复命 行 加油 加油 我看这个假御婶查蔡永昌府一案 同时呢 还有一个叫三娘死的女儿 蔡永昌的三夫人怀有身孕 备受宠益 大夫人和二夫人因嫉妒生了杀心 便合谋将其毒死 并将尸体封在磁坛内藏在花园的枯井下 蔡永昌被抓 其家人抢夺财产时 两位公子发现了杀心 当场吓死 两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 这说吓死 就吓死了 古作验尸的结果就是 两位公子因惊吓过度 心脏出血 导致心脏皱停 两位夫人也因悲伤过度 同时又自觉难逃法 跟上吊可以最新的 两人一块儿卸财 完之后一块儿上吊 老爷 你都想了一个晚上了 走这儿休息吧 别把身体熬坏了 你肚闹什么 来 坐下 跟老爷聊会儿见 这个贾秦柴的案子 真是把你转腾得不轻 我说 老爷叫着我 刚开始有点意思 老爷 这还有意思 老爷 你爽 谁有这么大胆子 干干这事 行人 你坐马 贾玉石 死了 蔡永畅 找不着了 就在这个时候 火家火海个儿 又出事了 你不叫着这个背后 他有点什么事吗 老爷啊 要我说呀 这个贾秦柴的案子 延安兵政也找着了 咱就接案 直接回景城就行了 你这个孩子你 老爷能那么断案吗 这就是有人呈现 想把水给搅 他就不想让我插下去 老爷 我刚才就是那么一说 咱呢 得继续插 我相信老爷的能力 咱一定能插出现算来 刘大人 刘 这纸已经让家属 另回去暗葬了 副大人 案子没断完呢 怎么把尸首给领走 刘大人 您先别急 这都十多天了 真等到尸体腐烂发臭 这一样破不了案啊 更何况我们也没有 在尸体身上找到任何线索 还有 刘大人您也知道 此地民风彪悍 一旦把事情做绝 那就是官逼民反啊 到时候这事态不好收拾 刘大人 我说句不干嘛的话 您这可有点 保您这乌纱帽的意思啊 刘大人 您此话是什么意思呀 您可别忘了 咱们在一条船上 等二十天的期限一到 卑职一样逃不开干系 卑职告辞 您好 您找哪位 我找邱武座 他在家吗 他 他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我知道 您是 我姓刘 邱武座和他的女儿 都是我的暑假 今日过来看看 是这样啊 我是邱家的老邻居 大伙都叫我吴妈 自从邱先生瘫痪以后 一直都是我来照顾他的生活 那您这是 这不是邱武座过世之后 我们一直也没来 今天特地到访 前来慰问 哎呀 您来得太好了 您快到屋里去看看孟楠吧 自打邱先生下葬以后 他就一直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不出来 我每天给他送过去的饭菜 几乎都是原封不动的 您说呀 要是再这样下去 可就又要出人命了 是是是是 好 那我进去看看 哎 您请 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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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看你了 孟楠 孟楠姑娘 刘雍特来探望 孟楠姑娘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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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死得蹊跷 请大人您一定要给我做主 起来说话 大人 您记不记得我跟您说的那个画有独虫图案的手册 我本来想要仔细研究 可是这次回来发现也不见了 我本来看他要是 您的 您的